西方社会小孩接受的教育比较多元,设计的领域广泛,导致的结果就是思想和行为上很早熟 大家好,我是顾尹琼博士 47岁的华人大妈早年移民澳大利亚 虽然找了一个白人老公,但是思维模式依然非常传统 有一天提前下班回家,看到一个年轻帅哥来到自己家和自己13岁的女儿啪啪啪 当时暴怒,就拿着20厘米的刀追刺男孩 男孩一开始没能逃走,胸部和背部被刺伤,受了重伤导致男孩住进了医院 华人大妈本人也被逮捕,因伤害罪要被判20年 我觉得在国外啪啪啪教育真的很重要,还有就是挫折教育 亚裔家长不能总是对这些话题忌讳过深 遇到这种情况,我觉得正确的处理方法就应该是应势力道